众所周知 由肖央、文永山、任达华等主演的《误杀2》上映后 成为票房的大杀器 至今票房已破三亿 电影延续了上一部中伟大的傅爱为主线 却串联起个外表荒诞 抽丝剥茧后却格外震撼的故事 初看是悬疑片 仔细凝视视亲情片 在你哭过后 却告诉你这是娱乐片 虽然多次反转 但并未激怒大家 反而让网友会心一笑 而作为主演的文永山 这一次将全素颜出镜 以最真实的状态 全是一位为了孩子奋不顾身的母亲形象 随着情绪变化 即使没有台词 也能从他的眼神了解他内心不断强大的转变过程 谁动我儿子 我就跟谁拼命 在得知儿子生病后 文永山让观众看到了女本则弱 为母则刚的一面 近日 任达华在宣传《误杀2》时 他也是感慨 相信不少人看完误杀 会对影片有不一样的看法 也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当然 里面最惊艳的当主文永山 他不会抢戳你的泪线 也不会抢脑你的歌之窝 和观众的距离感拿捏得刚好 看他的戏不累 他的哭戏 在现场让我们看完都湿了眼眶 哈哈 随后 任达华透露 阿玲虽然演得好 但是当初我们导演 请几次请文永山没请到 对此 大家也是议论纷纷 而任达华调侃 文永山说这次绝对是陈思诚推荐的吧 但他想给观众带来一个 没有标签的自己 想挑战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最后我们导演也答应了 有不同类型的角色首先考虑他 哈哈 不可否认 《乌杀2》的结局反转了 不少人在看完之后 也是泪流满面 当然 这里面也有萧央 任达华 文永山他们的功劳 我们也是希望 有越来越多这样让人在心生感动的同时 对现实产生思考的类型片 给大家 尽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